好 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约伯记的第28章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 祝你是智慧的源头 帮助我们真的来找寻你 能够得着智慧 我们向你先上祈求 祷告风吹顺鸣 阿们 邀请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花时间 把今天整张来读过来 还有 那个圣经学者 说这篇是精彩的 是一篇很美丽的诗篇 所以我们可以 一节一节这样子来阅读过去 在这一章当中 提到 人 可以用智慧来找到一切的东西 但是 找不到智慧 因为只有神来拥有他 我们来看一下第28节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远离恶便是聪明 其实很有趣的是 这些经文听起来 欸 不错 但是有很多 圣经学者 诠释学者 不太喜欢这一节经文 因为他们说 这根本就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不用再说 有城墙烂掉 但是 其实我们可以好好来思想这个主题 人可以花尽一切 好像找到世上所有一切 钱财名利地位都有机会可以得到 但是你 用尽力尽 却找不到智慧 除非你来到智慧的主里面 神是全知的 他也知道他一切所行啊 所以按照他的旨意 他的心意来做这一切 只要人来远离罪恶 敬畏神 这就是他的智慧 这是不是很滑色的教育 如果要用那个商业角度来看的话 人不用再靠自己想要得到什么 这个智慧 智慧是神亲自向人显明出来的 智慧不是用来回答一些问题 而是让人可以来相信神 认识神 所以回归到这个起点 也是神赏赐给我们认识他智慧 我们才能来信靠他 不是吗 要不然我们眼睛也被蒙蔽 我们不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上帝 所以人可以做的事 可以有的回应就是敬畏主来远离二世 来顺服神的引导 所以其实我们认真来回想 约伯的朋友一而再再而三 把约伯的经历遭遇 套用到自己的智慧的那个理解概念当中 认为因为约伯犯罪得罪神 所以他遇到这些事情 当约伯一再反驳 然后坚称自己 所行的是合神心意的时候 他朋友还是死都不相信不是吗 但是的确至少在约伯这个明显的例子当中 我们看见 神的全能是超过人智慧理解想象 岂不是这样吗 因为约伯朋友认为约伯就是有罪的 但是约伯就是没有罪 但是我们人真的常常就是这样 把我们所学习我们所知道 甚至是我们自己眼睛或者听过谁讲 圣经应该是怎样 就认为那就是绝对神的标准 来看待这一件事 但是不好意思 约伯的朋友怎么样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所有的标准 套用在约伯身上的时候就错了 因为约伯遇到这些很惨痛的灾难 并不是因为他犯罪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有这样的眼界去思想去了解 千万不要想说我所知道的我所说的我所经验的都一定是对的 当这样子想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定是错的 所以回到神的智慧当中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人真的是很无知缺小智慧 只有这个全能神智慧的神 显明他启示他的时候 我们应当学习敬畏主 远离罪恶 这就是聪明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上帝感谢你赏赐恩典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一起来学习 这奥妙的功课 当我们用尽一切 想要寻得世上一切 好像也得着的时候 但其实一切都是空 智慧的神 愿你亲自来施引导帮助我们 当你显示你 显明你的心意的时候 让我们真的能够用敬畏的心 来到你面前 能够做一个选择 愿你饿 这就是聪明 主愿你圣灵继续引导 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 我们向你献上祈求 祷告风水顺鸣 阿们